我们今天要看的二号户型 那这套一共是3400尺 比旁边这套呢多个100尺 价格是725000尺 我们进去看一下 同样的它这边呢 这门口有一些侧院 这旁边的这个侧院 还非常不错 然后这就是这门 这套房子呢这门非常气派 它是双开门的 我们看这里有个小门 跟刚刚一样 它这边呢也是可以 放快递的 可爱像个狗狗的门一样 狗狗也可以往这边走啊 这边呢就是双开门 进来了是这样子的 你看 左手边呢是个family room 这是厨房的位置 非常洋气的这个厨柜的颜色 右手边是family room 这family room比较小一点 它其实这family room啊 有一块给它放到外面去了 做一个patio了 所以为什么会比较小 好喜欢这个灯啊 灯的颜色很配跟这个橱柜的颜色 冰箱里面呢是它做了很多升级架子的这个食物储藏间 放吃的东西 放吃的东西 还有个水斗 这里就是它这个厨房 还做了内置式的托牌 我们看一下 就这样子 kitchen内的十万只 烤箱 双烤箱 这边呢还升级做了一个放酒的这个冰柜 这样子 那往里走 这边呢是去二楼的楼梯 地下呢去地下室 这边呢就是一个一楼的office 这里就是一楼的半个卫生间嘛 马桶 里面呢它做了一个狗狗的洗澡的一个洗澡台 这样子 那其实到时候你可以这边要求 做一个full bathroom 做一个领域房也是可以的 如果不需要这个狗狗洗澡台 你看这里就是两个车的车窟的位置 现在他们这个开发上办公 有时候办公的地方 这样子 好再往前走 我们去户外看一下 来把门打开 啊pick up 这就是个body有很漂亮 我在想这边是不是可以自己种点葡萄 是吧 他这边他做了个火炉 漂亮的 这是你家的这个侧院 这样子有好的方便 好这是一个压的压的还可以吧 挺大的 给大家看看他这个房子的背面 这套房子呢 它二楼有一个户外的阳台 这是它的特色 以及还有个房间呢 是个套 套间就是说它有一个自己房内的阳台 这个户型跟旁边的一个户型不同之处 它就没有三楼了 那么他呢其实二楼的loft也没有 他就把loft呢作为一个外阳台 这样的一种设计 我们看到这就是二楼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阳台 还有他一楼有个大的party 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这块地方有点浪费 这块地方不知道干嘛用 其实那个地方其实也可以放书桌写东西 这里可以把桌子放这个地方 否则这块地方确实有点 他作为客厅吧也是有点 怎么弄呢 他其实他这边是放的 两个单人的沙发以及一个茶几 你把妈妈拿好 你放 it 那么他其实 就是他这个窗啊 这门口有一个小的那种 party 可以算是正门的地方 他这个墙呢突进来 这是为什么他这边不能做个family room 不能放一个那种 沙发set 我觉得 就是他这块不知道干嘛用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块能干嘛呢 就这块进门的 这块地方 我觉得那个角落可以放一架钢琴 非常漂亮 三角钢琴对不对 可以吗 然后这里呢可以放一个写字台 而不是写字 那个饭桌 对吧 这样子空间就合理利用的 我觉得这样子可以的哦 也不能放下发或 那个 好我们去二楼看一下 它是做成这种 有点这种日式风格的 这块墙板 好我们先去右手边看一下 主卧呢是在右手边 这里呢做了个移门 是一个洗衣房的位置 这个门呢也是通往 洗好衣服里面 一推就到主卧去 好 这里呢就是 二楼的这个party 给大家看阳台 也挺漂亮的 然后这里呢有一个落地门 这里可以通往主卧 通往主卧 我们看这里就主卧了 非常大的这个主卧 这主卧完全可以放一个书桌 漂亮 然后我们看这里就主卧的卧 它是双台盘 当中呢是放了一个浴缸 非常有情调 感觉主人在这边 洗澡边洗澡 边听音乐 边喝点红酒 这叫享受生活 然后再往里走呢 就是马桶的位置 然后有个大的shower 非常大 双灵 双喷头的 两个喷灵头 漂亮 那在我 这边右手边呢 就是一个 呃 衣帽间 嗯 就这样子一个桌的 我先见 我们去客卧看一下 这套户型呢 它特色就是 二楼的loft呢 放到户外去了 放到二楼的阳台啊 那么它二楼呢 就没有loft 然后这是二楼上来的地方 上来呢 这里有个房间 第一个客卧 然后这里是两个衣帽间 双开门的 双开门的 这样子 旁边呢 一样 也是这样子的 它给你 这边设置 这也是标配 其实这样挺好 一面挂长的 一面两面挂短的 这样子 这第一个客卧 哎呦 我好喜欢它 这个开发商 这个灯啊 好漂亮 很有艺术感 那这里呢 这是二楼的权位 Full Bastron 就是二楼客卧所共享的 这里呢 就是些 放毛巾塔的架子 旁边呢 就是它的 二楼第二个客户 布鲁式的衣帽间 我们看它这里 放了个Full Size Bed 能够人家放King Size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 二楼呢 这里呢 就是一个阳台 前面说的 这个它是个Bonus嘛 设置了一个亮点吧 对吧 因为由它冬天的话 有的时候很冷下雪 所以说春夏秋天 这个时候就外面 非常舒服的 晚上可以坐那边 吃点东西啊 喝点酒啊 跟朋友聊天啊 非常舒服 是这样子的 那这这套房子呢 就是这样子一个格局 二楼呢 有一个大阳台 有个小阳台 我们去地下室看一下 那这个样板间呢 它地下室已经完工了 那么它打造成 两房一位 一厅 如果你要开发商 完工的话呢 价格是在五万块左右 哦 给你做成两房 一厅一位 我们下去看一下 这下来以后呢 在左手边的这边 是一个房间 第一个房间 它作为健身房使用 那然后呢 这里 这里呢 是地下的全卫生间 像台盆 马桶 以及一个 这就是地下的这个储藏间 这里就是地下一个Family用了 好凶我它这套转角皮沙发 这都升级的 这些家的柜子啊 家的小厨房的洗手台啊 全部升级 到时候完工的五万块 是没有这些的 那如果要跟它做的这样子呢 就是五万加 五万以上 这是个机房 那这里呢 是地下室的第二个房间 这样子 房间呢 就稍微暗点地下室 因为它毕竟不在地面上的嘛 地下室比较暗 平时来的 呃 在下面的活动 时间也不会很多 这是一个储藏间 这个呢 就是第二套户型 就是第二套户型